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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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覺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難是 我有遇到讀書的時候有碰到兩次的撞牆起 撞牆起的話我自己是會覺得很無力 然後心裡很慌亂 然後讀不下書 那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在看完寒寿课程 准备进入循环复习阶段的那个时候 因为那时候刚看完课程 然后可能还太多的东西没有消化完 然后去复习的话就会不太知道怎么开始 那那个时候我就是还蛮担心的 然后自己又觉得有点急 因为想说会不会自己就是进度已经落后 然后离考试就已经很近了 复习都还没复习完 然后我就会很担心 然后自己又很慌 整个心情就是想要急切的想要去做好 可是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感觉 这时候我自己是后来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要先放慢脚步 先慢下来不要心里这么急迫 那这样子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步调放缓 然后冷静下来 然后每一刻就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 把课本全部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然后自己就是读个两三次 然后这样你会发现 整个头脑里面对科目的体系还有架构比较明确之后 你会就是开始抓到一个复习的方向 然后慢慢抓到自己的步调 那就不会再这么慌乱 那这是第一个撞墙期 那第二个撞墙期的话是发生在接近考试 大概是考试前三四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又是录取名额公告的那个时间 那时候刚好知道我们 类科就是整个名额大砍 然后剩下个尾数 那时候我就觉得又开始自己自乱正教 然后整个就是慌了 那时候其实消沉了很久 因为就是有点不知道自己的努力到底会不会有回报 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解决慌乱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就自己专心做好眼前的事情 然后不要去想一些别的东西 就是专心把你手边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这是我在网路上看到有一句话是这样分享 这个时候我还会上网爬文去找一些上榜学章界的心得分享 然后我就会看一下他们可能觉得很茫然的时候该怎么做 然后我就会参考他们的方法 然后度过这个第二次的撞墙期 其实一开始我是觉得是行政法 因为行政法的法条很多 可是然后它又很复杂 然后又很庞大这样 然后一开始我是看完韩寿的课程 全部看完然后要左手去复习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第一次撞墙期 我就觉得很慌乱 就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那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行政法 其实它会考的东西还蛮明确的 就是至少它会有一个范围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行政法是 如果你掌握到技巧 还有了解它的一个体系架构 你其实是很好去复习的 最棘手的应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国土安全跟国境之法 那这两颗它们虽然有一个架构 可是其实范围没有很明确 因为它是可以再一直延伸到更广 然后更多 所以你去准备的时候 可能有准备到这部分 然后可能其他延伸的东西也会出 可是你就没有去准备到 所以我觉得国土国境这两颗 收集资料真的很重要 就是除了课本上的内容 我还额外自己去上网 不管是打官见资 或者是去图书馆接一些警大老师的书 还有看他们文献资料 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花时间去收集资料 因为你不知道考出来的题目到底是什么 而且它的范围实在太广 就是无边无际 所以收集资料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是大三下学期开始上寒寿的课程 那因为那时候学校还有一些学分没有修完 然后我又想要大四的时候 可以一整年都专心在复习考试 不用被学校的科业影响 所以我大三下学期就把几乎全部的学分 都排在那个学期修完 所以我是一边看寒寿 然后一边修学校的学分 那到大四的话 就是真的有很多时间可以拿来利用 拿来那个复习准备考试 那所以我自己的时间是蛮自由的 基本上我是每天都念书 然后我读书计划刚好是分长期跟短期 那长期的话就是一个大目标 比如说以一个月两个月来算 那我可能前七月到八月我要把寒寿的课程全部看完 然后九月到十一月我是要开始进入第一轮的深入的大底复习 可能十二月到二月是要进入第二次复习 然后三月要开始练习生论题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自己拟定一个大目标 那如果是短期计划的话 我会习惯是以一周为单位来安排我的读书计划 因为如果你是很死板的就一直从今天开始你要读什么 然后一直安排安排安排到很久以后 那因为就是比较没有弹性 然后你可能有时候进度会落后 或者是有时候进度超前 那后来就是到很后来你的读书计划可能就是会乱掉 所以我是习惯以一周为单位 我就把这一周的读书计划安排好 然后可能到礼拜天 然后我再回头检视前一个礼拜我自己读书的状况 然后如果有落后我就会在下一周再安排多一点进度 那如果有超前我可能下一周就会往更后面的复习安排这样子 那如果是一天的读书计划的话 我会一天分成三个时段 就是早上下午跟晚上 那我早上的话是在学校图书馆一开馆大概八点的时候 我就会去图书馆念书 然后可能念了三个小时 然后中午休息吃饭 下午再继续念 然后吃完晚餐再继续念到图书馆闭馆这样 那就是基本上是蛮有规律的一个生活 那我也觉得还不错 那我可能像是行政法 还有入出国以及移民法规这种比较大的科目 会安排多一点的时段 就像是星期一可能上午下午都是行政法 然后晚上就是做他的考古题跟背法条 然后星期二可能是移民法规 然后下午可能再搭配一下移民政策 因为这两个是有相关的考科 我就会把它安排在一起 在我想要投入考试的时候 我其实去搜集了蛮多补习班的资讯 然后有一天在图书馆的时候 我刚好遇到我的大学同学 那他自己也是想要考移民特考 然后他也已经卖了韩寿 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说 他是买哪一间补习班的韩寿 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三明 他就说其实三明的老师上课的方式 他自己看了蛮习惯的 然后我又再自己去搜集一些资料 我看到网路上的评价应该都还不错 然后好像移民特考的上榜率还蛮高的 然后我在搜集资料 搜寻三明的过程中 填了自己的基本资料吧 然后老师就来联络我 然后跟我说明一下 就是三明整个课程还有他们舞蹈的方式 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就选了三明 刑事法的苏三榜老师 因为苏老师他自己就说 他是连过三榜的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自己觉得他看起来很聪明 因为他就是有考过律师 然后检察官然后也通过调查局特考 然后这三个都是很难的考试 然后我就是觉得他就是看起来非常聪明 然后他上课的时候也会把一些法条的概念 然后跟他自己的比如说当律师 当检察官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的事情做连结 然后用这样的上课方式告诉我们 那我自己会觉得印象很深刻 就会不知不觉中就记起来 而且我觉得老师他讲义的编排上面很有体系 很有条理 满一目了然的 所以在看老师的讲义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看得很清楚 很复习的时候起来比较方便 我有两个建议要提供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循环复习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对一个科目一定要有一个熟悉的程度 你一定要熟的不能再熟 所以这时候你不能说只复习一次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熟一定不可能 那所以我比较建议是一课都 至少要复习到四到五次以上 像我自己就是几乎每一科除了行事法之外 我都有复习到五次 那可能你前期复习的时候会花比较多时间 那其实没关系 因为那时候就是算是一个打底期 所以你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 那而且那时候可能还不太熟悉 所以花多一点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那到后来可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复习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头脑中的那个 对那个科目的了解 还有那个科目的一些体系架构 你就已经会比较熟悉了 那你再去复习就会知道考点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然后自己慢慢抓到方向 复习起来就会很有效率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觉得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 因为考试的话不是说 你觉得会考什么就考什么 然后你觉得哪里不会考就不会考 它是可能所有地方都会 所有地方所有内容都有可能会出道 那就是千万不要抱着说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不太会考 所以就不去弄懂它 我觉得是只要你有上课上过的东西 然后你读过的东西 有复习到的东西 每一个观念都要弄得很清楚 不可以抱着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冷门的 不会考 说不定这次考试冷门的就出了 所以只要是有不懂的观念 都一定要马上弄清楚 不可以抱着侥幸的心态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